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小情人 你吃醋了 2011年5月 18岁的女儿倩倩忘记拿毛巾 叫母亲苏惠送过来 不久门打开 倩倩伸出一只手去拿毛巾 然而摸到手臂上的汗毛 她才知道那是继父何永元 苏惠冲过来把何永元赶走 虽然她是好心 但女大必父 何永元不能再把倩倩当成八岁小女孩 何永元不以为然 她养倩倩的时间比她亲爹还长 不就是送条毛巾 有什么大惊小怪 她要是想做什么 何必等那么久 何永元在湖南做生意 家庭条件比较好 有栋四层楼的豪宅 很多女人排队想嫁给她 而她看上的是虽然离婚 但身材火辣的苏惠 苏惠带着八岁的倩倩住进豪宅 倩倩很害羞 抱着洋娃娃不敢看何永元 何永元就把她带到二楼 何永元为了讨好倩倩 把自己的书房改造成公主房 里面放了很多漂亮的洋娃娃 倩倩一见到这些更漂亮的洋娃娃 就把自己的娃娃丢到一边 一手抓一个新娃娃 何永元如此肯为倩倩费心思 苏惠也就放心了 像真正的一家三口住在一起 随着倩倩年龄慢慢增大 亲戚都劝何永元 要一个自己的孩子 何永元每次听到这话都不高兴 我已经有女儿了 不需要再多一个 再多一个 倩倩就要被冷落了 苏惠鼻子一酸 何永元这 那是简单的疼爱倩倩 已经达到了溺爱程度 她总劝何永元 不要太溺爱倩倩 以免她养成大小街 脾气不好找婆嫁 说到找婆嫁 何永元竟然哭了 我宁愿倩倩一辈子不嫁人 也不想亲手 把养到大的女儿嫁出去 有时候何永元的溺爱 让苏惠都吃醋 倩倩经常抱着何永元的脖子 亲上一口 她都会气得拆开二人 男女有别 倩倩又不是小孩了 怎能随便乱亲何永元 倩倩得到了何永元真传 用何永元的口吻说话 亲一下怎么了 我们是妇女 妈妈吃醋了 倩倩说完 又和何永元抱作一团 苏惠受不了这对活饱 只好出去打牌 苏惠打牌 打到走火入魔 就不回家做饭 何永元只好自己做给倩倩吃 她做了倩倩最爱吃的糖醋鱼 加起鱼最鲜嫩的肉 送到倩倩嘴里 倩倩吃的汤汁都滴在了胸前 何永元手边正好有纸 拿纸去擦倩倩衣服上的汤汁 倩倩皮肤传来奇怪的触感 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想了又想 小时候吃饭 何永元也是这么帮她擦汤汁 应该没关系 她就拿手机叫苏惠回家吃饭 苏惠火急火燎赶回家 吃完饭就跑 她今天手气特别好 赢了不少钱 吃完饭还接着打 摊上这么个排名妈妈 倩倩早已习惯 吃完饭就去水槽洗碗 和永元有生意要谈 开着车走了 家里就剩倩倩一人 倩倩洗碗碗 弱大的四层豪宅静得出奇 她有些打瞌睡 就回到自己的公主房午睡 现在是五月份 天气虽然有些热 但也不用开空调 倩倩换件睡裙午睡就行了 这条睡裙还是何永元送她的十八岁礼物 黑色的 说是倩倩已经长大成人了 不能再像小时候那么单纯 应该有点诚服保护自己 倩倩喜欢这条睡裙上的蝴蝶结和蕾丝 天天穿着睡觉 她倒在床上 吊带不小心滑了下来 露出左半边肩膀 反正家里也没人 她懒得拉上来 就这么睡了 睡了大概一小时 倩倩忽然被一阵车轮的声音吵醒 可能是何永元回来了 她就从床上醒来 可是腿不凉凉的 她低头往下一看 看到惊吓的一幕 倩倩起来的时候 看到睡裙裙摆跑到上面来了 她记得自己睡前裙摆好好的 怎么上来了 她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 只能怪自己睡觉不老实 把裙摆弄上来了 这时候 苏惠和何永元同时回来 苏惠一个下午 把赢回来的钱全部输光 自信心遭到打击 再也不去打牌了 何永元应该生意 谈得很辛苦 满头大汗 倒在沙发上喘气 倩倩给何永元到水姐解渴 弯腰送到她手边 何永元却端了几下 都没端到水杯 因为她的眼睛 直勾勾盯着倩倩脖子 倩倩想起了什么 慌忙站了起来 跑到一边观察何永元的表情 何永元只是口渴 大口大口喝光了水 过了几天 何永元还是天天去谈生意 而苏惠不想去打牌了 何永元怕她闲在家里发霉 掏出一万给她去打 不输光不准回家 苏惠两眼放光 抓起钱就塞进口袋 交代倩倩别煮她的饭 她不回来吃了 何永元也交代倩倩别煮她的 她跟生意伙伴吃 家里又剩倩倩一人 她百无聊赖在客厅看电视 换了几个频道 都没有想看的 脖子一歪就睡在沙发上 不知睡了多久苏惠回来了 她今天手气真备 一万块钱才半小时全部输光 还是早点回家给倩倩做饭 苏惠走到客厅 电视机开着 沙发旁边摆着倩倩的拖鞋 可倩倩人不见了 苏惠要去房间找她 却从沙发上看到何永元的手机 何永元也真是 谈生意不带手机 那她怎么谈 苏惠就去给她送手机 苏惠把手机揣在口袋 却听到倩倩的公主房 有何永元的声音 你妈妈可能要回来了 我尽量快点 苏惠明白了 何永元谈生意是借口 结婚纪念日要来了 她正联合倩倩在房间给她准备惊喜 苏惠装作没听到声音 等那天来了 妇女二人给她送惊喜 苏惠去沙发上看电视 看着看着 何永元的声音更大了 你不要吱声 被你妈妈听到就不好了 苏惠本来不想提前知道惊喜是什么 但何永元这句话整得她好奇心爆棚 她只好推开倩倩的门走了进去 等等 让我看看你们给我准备了什么惊喜 苏惠冷不妨出现在倩倩房间 倩倩和何永元都大脑一片空白 苏惠却没有预想的开心 而是看到了当场傻眼的一幕 何永元竟然 苏惠强压着怒火把何永元赶出倩倩房间 倩倩胆小害怕 蜷缩在床头发抖 只听见苏惠在外面大发雷霆 指着何永元大骂 好你个何永元 给了我好大一个惊喜 何永元又从提包拿出一把钱 足足有十万 塞到苏惠手里 求她原谅自己 老婆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早已回来了 这些钱你拿着 就当没看到刚才的事 不够我还有 苏惠再也不想收何永元一分钱 上面都沾满了倩倩的血雨泪 她把钱甩在何永元脸上 何永元 你故意支开我回家欺负我女儿 我不会让你得逞 我现在就带着倩倩去报警 倩倩一听苏惠要报警 激动地从床上起来 亮亮呛呛走出房门 何永元跪在地上捡钱 倩倩一脚踩住她的钱 并唾弃她有钱没良心 何永元原来你溺爱我都是有原因的 你不配当我爸爸 我要亲手把你送进警察局 倩倩已经有些大了 对于这种事情并非完全不知道 对于何永元的行为她也是完全没有想到 一直以来对于何永元她都十分信任 觉得何永元很爱她对她很好 但是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表象 而何永元这样做也有着自己的原因 倩倩一想到刚才发生的事情 整个人都猛了 她一直在求饶 企图唤醒何永元的理智 可是最终还是没能摆脱何永元的魔爪 她心里难过不已 苏惠也不敢相信这一切 而何永元做完事情之后也没有悔改 还想要用钱摆脱这件事 希望他们原谅 可是事情已经伤害 倩倩也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整个人都很伤心 这件事也在她心里留下了深刻的阴影 注定忘怀这一切 她也不会原谅何永元 苏惠和倩倩来到警察局 把何永元对倩倩做过的事 一五一时说出来 警察很快就把这个禽兽继父带到了这 何永元也老实交代 她最初对倩倩好还是正常的 只是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对待 十分喜欢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心思 只是想要好好将倩倩养大成人 可是倩倩慢慢长大后 出落得愈发水灵 特别是身材遗传了苏惠的精髓 长得十分漂亮 面对一个比苏惠更年期漂亮的女人在家里 她动了不该有的坏想法 何永元有时候会将目光转移到倩倩身上 然后拿她和苏惠做对比 这样的事情本来是很寻常的 可是看久了 何永元的心态也改变了 觉得倩倩长得好看 而且更加年轻漂亮 她十分喜欢 上一次倩倩穿着睡衣睡觉 其实是她谈完生意回来了 见倩倩睡得没有知觉 在床头站了很久 眼里也放着光芒 好想触摸一下 可是想到对方的身份 何永元又开始唾弃自己 觉得不能这样做 她直接离开了 可是隔了几天 她再次看向了倩倩 又想那么做 可苏惠总是不出门打牌 她只好拿一万块钱支走苏惠 然后假装外出谈生意 等苏惠一走 她就从家后面走出来回到客厅 倩倩刚好看着电视睡着 就把倩倩抱到她房间 手机就是在弯腰抱倩倩时滑落到沙发的 既然何永元都认罪 那么检方以QJ罪对她提起公诉 犯此罪的 根据刑法第236条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何永元最终获刑六年 何永元还觉得这个刑期过重提起上诉 还好二审维持原判 何永元就去监狱反省自己 无论是亲生父亲还是继父 妇女相处过程中还是要一定分寸 如果家人发现妇女距离过近 该提出来的还是要提出来 不要等到伤害来临才后悔 接下来为您讲述第二个故事 老公侄女想要我的金手镯 我有好几个金手镯 有些是我爸给我买的 有些是自己传的 今年老公侄女大学毕业 提出要一个礼物 二审送我一个金镯子吧 我不同意老公和婆婆都不干了 你有这么多也带不过来 送她一个怎么了 这么说有问题的好像是我 老公连涛下班回家后 第一句话就是问我 镯子你挑好了吗 小影等着呢 我闷闷地说没有 老公念叨道 你也是的 首饰盒里这么多个呢 给她一个怎么了 我不想听她碎碎念 干脆躲回房间里 老公又给我发了信息过来 别小气嘛 都说好了的 我简直要疯了 谁和她说好了呀 这件事情要从上周说起 老公的侄女联影 今年大学毕业 还找到了工作 婆婆对我和老公说 你们做长辈的 该给孩子买个礼物 虽然我只比老公侄女大三 四岁 可老公的辈分大 我这个做婶子的 也不能小气 再说 我婆婆近半年来 一直在给我们夫妻看孩子 帮了不少忙 就是只看在她老人家的面子上 我也不能不接茶 问问她喜欢什么 我们出钱 我豪气地说 此话一出 老公和婆婆 都露出满意的笑容 可事情的发展 远超我的预料 我本以为联影会要衣服 鞋子 或者平板这一类的东西 估摸着有个一两千块 就能解决 谁知她磨叽了两天 才吞吞吐吐地说 二婶 要不 你给我一个金镯子吧 我就喜欢那个 我顿时愣住了 见我不说话 气氛一度十分尴尬 我婆婆和老公都打圆场 也是 你婶有好几个 回头让她给你挑一个 是啊 看看哪个适合你 我的内心几乎是崩溃的 心想你们怎么康他人之铠啊 我可没同意啊 但是我脸皮薄 众目睽睽 这么直接的话 有些说不出口 左右为难之下 幸好有个工作 电话打进来 我连忙借机会跑了出去 开玩笑吗 一两千和一两万的礼物 怎么能一样 我又不是什么有钱人 这个价位的东西可送不起 其实我知道脸影很喜欢我的那些镯子 有次她在我家陪我婆婆说话 我正好收拾首饰盒 当时她一直眼巴巴的在旁边看着 一脸羡慕的表情 可这些首饰都是我特别喜欢的 其中一个镯子是我死去的妈妈留给我的 还有两个是我爸给我买的 我爸说 我妈生前特别喜欢金饰 可惜她那个时候能力有限 给不了她太多 后来我妈去世了 我爸怕我受罪 始终没有再婚 她特别努力地工作 给我存了不少钱 还每年都给我添一两样首饰 她说 女孩就是要多买些喜欢的金饰 但是金子是硬通货 不仅能装饰自己 还能理财 两全其美 后来我自己工作了 也非常喜欢买金子 不开玩笑地说 我这几年工作挣的钱 全都静静地 躺在我的首饰盒里呢 这些金镯子 每一个都价值不菲 每一个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 别说让我送给莲颖一个 就是借给她代代我都不愿意呢 侄女开口后 全家都等着我兑现礼物 婆婆虽然没有直接说 让我给侄女手镯 可她总是明里暗里催促我老公 让她给我施压 考虑到婆婆一直给我们看孩子 我不好意思直接说不给 怕婆家说我小气 可我又实在是不想给 所以干脆不接茶 一下班就找个房间躲起来 打算冷处理 其实我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 有点边界感的人 应该懂得知难而退 可老公不然 她不屈不挠地 跟我沟通了好几天 说倩倩 不都说好了 她要什么就买给她 你别这么小气 咱妈最疼小颖了 你这么做她多难过呀 她老人家还给咱俩看孩子呢 不是 你倒是说个话呀 给不给一句话 听着她苍蝇一样的嗡嗡声 我简直烦得要死 大声说 你这么想给 你给她买一个不就得了 连涛翻了个白眼 不是 你怎么还是舍不得呀 我终于报了 我就是舍不得 谁都有心头好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连涛无语道 那现在怎么办 也不能拖着呀 这都好几天了 我冷冷地说 你给她买呗 老公越发不耐烦 现在金价多贵你知道吗 都六七百了 一个镯子不得两三万呢 我哪有这么多钱 我差点被气死 对呀 你也知道金子多贵 那我的金子也是花钱买的呀 我的钱就不是钱吗 这还是我的婚前财产呢 老公却嚷嚷道 你那不是有现成的吗 这么多呢 就给我侄女一个怎么了 不是 我也有点糊涂了 合着我的东西多 就该分给别人吗 那我到公司里跟老板说 您这么有钱 能给我个一两千万花花吗 老板一准马上报警 人家都说上价吞针 下价送命 我和我老公勉强算平价 可还是有很多烦恼 其实我可以猜到她的思维 在莲涛心里 我的财产和我李倩这个人 都是她的 毕竟我嫁给了她 而莲颖是她的亲侄女 她们之间是很有感情的亲人 她觉得给侄女这种价值的礼物 并不算什么 所以这件事在她心里是OK的 可她忘了 我的财产是我的 我和她侄女也没感情 所以 这真是个一点边界感 都没有的家庭 后来 由于一直没有得到我的答复 我婆婆终于坐不住了 一天我下班回家 看到家里窗明激净 孩子也睡得正香 婆婆笑咪咪的从厨房走出来 今天做了你爱吃的糖醋排骨 一会儿多吃点 我直觉感到不妙 像看着笑面虎一样 看着我婆婆 小声说 谢谢妈 婆婆拉着我说 客气什么 都是一家人 对了 答应小影的事还记得吗 说完 她指了指我的手腕 我无语 低声说 我觉得吧 我婆婆凑过来 嗯 我道 我第一个手镯 是我去世的妈妈送的 其他的都是我爸给我买的 都很有纪念价值 实在不方便送给别人 婆婆脸上的笑容 疏地消失了 她清了清嗓子 僵硬地说 不是也有你自己买的吗 都是一家人 到现在还在道德绑架我 我垂下眼睛 无语地说 我能自己买 小影肯定也能自己存钱买 对吧 靠自己的双手挣钱 才是最好的 眼红别人的算什么呀 婆婆脸色发黑 刚要开口 我又补了一句 我又不是她妈 婆婆气得说不出话来 还没等她发飙 我假装接了个电话 喂 喂 哦 加巴那 OK 然后我就断了 到了晚上 老公沉着脸对我说 婆婆被我气走了 以后不来看孩子了 因为我没有妈妈 我爸也没退休 婆婆这是用看孩子来威胁我呀 老公没好气地说 现在好了吧 你说说你 一个金镯子而已 这都舍不得 我妈走了 咱们都傻眼 我看着她抱怨的嘴脸 无语至极 婆婆是不是觉得地球缺了她就不转了 莲涛也是 现在是我的问题吗 是她妈在任性拿桥吧 我深吸了几口气 道 你还好意思问我怎么办 你妈为了你侄女这样做 难道不是在打你的脸 你这个做儿子的 但凡有一丝重要性 你妈能这么甩手不干 莲涛翻了个白眼 不满道 怎么赖我呢 我妈是冲你 不是冲我 我指着她的鼻子 讽刺道 咱俩是夫妻 是一体的 针对我和针对你有什么区别吗 孩子不是你的 孩子不姓莲吗 莲涛 你真也够可怜的 我之前就觉得 你妈只疼你大哥一家子 果然是真的 你应该是领养的吧 老公反驳道 你胡扯 我妈根本不偏心 我冷笑 还不偏心 你妈给你大哥大嫂分文不要的看大了两个孩子 到了你这儿 连一个孩子都不给看 咱们好歹一个月还给你妈三千块钱呢 莲涛在嘴硬 也不禁语色 婆婆不是想拿捏我吗 等和自己儿子也离了心 就明白后果了 话说回来 老公的哥嫂 都是很普通的老百姓 一个人顶多挣三千块钱 养两个孩子紧巴巴的 莲涛从小不缺吃喝 可物质上是比不了我的 听说她一个金事都没有 她妈还嘱咐她工作后交钱 给她存嫁妆 我婆婆心疼孙女 看我金事多 才恨不得劫富济贫的吧 结婚前 人家都说两兄弟的家庭嫁不得 麻烦多 我根本没听进去 总觉得莲涛对我好就行 现在看来 真是有些悔不当初 可我和莲涛刚结婚时 婆婆和她大哥一家 都表现得挺好 虽然不算富裕 可也是有力出力 态度热情 后来我生了孩子 婆婆主动提出来帮忙照看 莲涛对我说 她妈给她大哥 看大了两个孩子 她侄女和侄子 经验丰富 十分可靠 只有一点 就是岁数有些大了 担心她力不从心 后来婆婆打包票说 没问题 只希望我们每月 给三千块钱辛苦钱 我觉得还算合理 就答应了 时间长了才知道 我婆婆给老大一家 看孩子十几年 不仅不要钱 还每月把退休金 都贴给他们 就算是如此明晃晃的 差别对待 我也没表露出任何不满 老人家岁数大了 想要些钱傍身可以理解 能帮我们照顾孩子就很好 婆婆来我家后 想吃什么都随她 想买什么就买她 我几乎没有拨过 现在想想 可能就是 我一直都太好说话了 才让婆婆觉得 自己可以随意摆布我 才把我的金手镯 都当成了她自己的 我老公一开始还嘴硬 可被我挑唆了几句 心里也开始不自在 她就算在傻 心里也明白 我婆婆对大哥大嫂一家的感情 远比对我们深 连涛情绪不高 黏黏的说 先不说这些 孩子怎么办啊 我们俩明天都要上班 宝宝才十个月 也不能带到单位去 不得不说我婆婆可真够狠的 我想了想 才到这有什么 我二姨今年刚退休 表弟在外地上班 她正无聊 说想找点事干呢 这三千块钱给她 她肯定很高兴 孩子三岁就能上幼儿园 两年的时间很快就能过去 虽说这钱请保姆不够 可我二姨一直很疼我 一定会答应 还会尽心尽力地给我看娃 回头我会再找机会补贴我二姨 不让她吃亏 连涛傻了眼 她没想到我不仅没受婆婆的威胁 反而找了娘家人来代替 彻底斩断了她妈回来的可能 顿时有些不知所措了 我在一旁冷笑 我是个厚道的人 可也不能任人欺负 我婆婆子都认不全 还敢动不动就来三十六计 就不怕我顺水推舟吗 既然想清楚了 我心里也轻松了 道明天我请半天假 去接我二姨过来 正好她住的也不远 连涛迟一道 这行吗 要不还是让我妈来吧 我冷冷地说 你这话说的 是你让你妈来她就会来吗 今天用镯子威胁 明天就让你把房子过户给你侄子 你妈的条件这么高 我可用不起 连涛不悦道 你怎么这么说话 我说 我哪句说的不对 你妈动不动就撂挑子 谁受得了啊 要不你辞职 全职在家看孩子 那哪行 这不就完了 我二姨很细心 身体也好 看个孩子没问题 总比外面不认识的保姆要强 说完 我郑重道 连涛 你让你妈别后悔 现在是她半道落挑子 将来就是想回来也不行了 连涛阴沉着脸 可还是什么都没说出口 转天 我就去找我二姨和她说明了来意 因我从小没了吗 我二姨特别疼我 一听就答应了 还死活不肯要钱 你的钱都留着 二姨不要 照看个孩子 还用得找给钱 她连忙道 我严肃地说 不行 本来钱就不多 您要是不要 我就真不好意思找您了 在我再三劝说下 我二姨才接了钱 对我说 倩倩你放心 二姨肯定会照顾好小宝宝的 接下来 我二姨开始来我家照顾孩子 她是幼时退休 心细勤快 不仅把孩子照顾得特别好 还会给宝宝做学习启蒙 每次我回家都会听到二姨在耐心的教孩子说话 要不就是给她读书讲故事 甚至连涛也不得不承认 二姨带娃比我婆婆强多了 至于婆婆那边 一开始还摆着谱 以为拿捏了我 等着我送金镯子过去搁地赔款 后来听说我二姨来了才开始后悔 其实对她来说看孩子不累 在自己儿子家吃吃喝喝 又随便又舒服 每月还有钱拿 是稳赚不赔的 好了 现在活没了 还是让她自己做没了 后来有几次我婆婆来电话 莲涛特意避开 我去阳台街 我听到莲涛一边对空气摆手一边说 不行 那不合适 人家二姨看得好好的 那你当初何必跟倩倩闹别扭 我也没办法了 总不能现在让人家走 倩倩也不同意 我冷笑着关上窗户 我婆婆真是可笑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把我家当什么了 就这样 日子过得飞快 三个月后 莲涛她爸过六十五岁生日 全家都聚在一起庆祝 我婆婆已经很久没见过宝宝了 这次我们带孩子过去 她稀罕地看了又看 亲了又亲 眼泛泪花 我真是哭笑不得 弄得好像我不让她看孩子似的 莲涛见此 也是一脸无奈的表情 我假装看不到婆婆忧怨的眼神 只埋头吃喜 这次 我还见到了这次事件的始作俑者 老公的侄女莲颖 我也很久没见过她了 没想到她的变化这么大 从前莲颖是个朴素文气的女孩 打扮略微有些土 现在的她时尚了很多 不仅化着全装 还戴着钻石耳钉 金手镯 连手提包都是LV的一个新款 乍一看 完全像变了一个人 亲戚朋友们纷纷夸她大姑娘 变漂亮了 肯定很多人追吧 脸影呵呵笑着 脸上露出得意矜持的神色 我随意扫了一眼她全身的型套 少说也有十万八万挂在身上 她那个工作不是还在实习期吗 说是月薪只有三四千 能负担得起这么消费 我听说连影她妈还规定她上交一半的工资 现在看来她这经济状况实在是令人深思 吃席吃到一半 我去卫生间洗手 正好连影也刚从里面出来 她挑眉望着我 特意举起手显摆了一下 手腕上的金手镯 像是在说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也有 我彻底无语 拜托能别这么幼稚吗 我不屑和她这种心智不成熟的小女生斗嘴 装作没看到 静止从她身边走了过去 连影跺了跺脚 轻哼着走了 回家后 我问老公 你侄女中彩票了 连涛一连猛 说 没听说呀 我说 你没看到她今天穿的用的吗 手练手镯 项链耳环 还有那个包 我大概说了一下那些东西的价格 连涛也有些吃惊 会不会是假的 她说 我摇头 应该不是 看起来都挺真的 而且 你不觉得她自信了很多吗 与其说是自信 不如说是骄傲了很多 反正有点天若欲其亡 必先令奇狂的感觉 听我这么一说 连涛也有点担心 道她挣的不多呀 我大嫂更不可能让她乱花钱 你也知道 她必还上高中呢 家里花钱的地方多着呢 而且大嫂那个人节俭得要命 几乎从来没买过新衣服穿 全是捡了别人剩下的 日子过得很不容易 我说 是啊 所以我才奇怪 你侄女今天这个样子 就像发了横财 怎么说都是一家子 连影年轻不懂事 要是惹了祸 我难免被波及 连涛点头 回头 我跟我哥提一下 让她注意点 哎 女孩大了 就是操心啊 说完她抱起宝宝亲了一口 说 我的小宝贝 以后爸爸可得24小时盯着你 我 那可真是要把孩子烦死了 转天 连涛找了个时间和他哥提了提连影的事 毕竟一个女孩突然有钱 怕他误入歧途 连涛他哥说 对于连影的变化 他们夫妻一开始也挺担心 可据连影说 他穿的用的都是假货 叫什么大排平替 都花不了多少钱 再加上女孩子大了需要打扮 还得找对象 所以他们夫妻也没多想 对于这种回复 我实在无语 这话也就是骗骗你大哥大嫂 我说 连涛说 算了 该说的我也说了 说不定这孩子就是找了个条件不错的男朋友呢 要不说男人心大呢 以连影的性格 要是真有这么个舍得给他花钱的男朋友 早就炫耀得人人皆知了 再说就算是真的交了男朋友 也不能一直收人家的贵重礼物啊 我摇了摇头 算了也不是我女儿 我也管不了这么多 如此又过了一年 在我二姨的照顾下 孩子慢慢长大了 她浴血可爱 聪明活泼 走到哪里都赚足了回头率 我和连涛在生活上没有后顾之忧 都在各自的工作领域取得了不错的表现 尤其是我 在单位里突出重围平上了职称 顺利升职加薪 连涛都对我的毅力钦佩不已 我爸虽然一直没有出力 可一直在出钱 他先是把给我二姨的三千块钱包了 后来我才知道 实际上他给我二姨五千 应该就是想感谢他的雪中送他 除此之外 宝宝过生日 儿童节 反正只要有任何节假日 我爸的微信转账都如约而至 我总说我不需要 我们能挣钱 可我爸非让我收着 不然就一直念叨 什么快点给我外孙女买裙子 买玩具 买首饰 千万别舍不得花钱 我哭笑不得地说 我那些首饰还不都是他的 数量还在慢慢增长呢 我爸说 那不一样 这是老爷的心意 这些年 我妈撒着我妈留给我的手镯 再看看我可爱的女儿 越发明白了什么是爱的传承 我要把我最好的东西都留给她 可我们这边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我婆婆那边却陷入水深火热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 连涛手机忽然收到了某网贷平台的催债短信 而那个逾期爆雷的对象不是她 正是她的好侄女连影 她收到短信时吓了一跳 一开始还以为遇到电信诈骗了 没多久才发现全家大部分人都收到了信息 连涛赶紧联系了我婆婆 才知道大哥大嫂家已经乱成一团 原来这件事是真的 连影借了网贷还不上 网贷平台就给她通讯录里的所有亲戚朋友发信息 以此施加压力 听着婆婆那边哭哭啼啼的声音 我咋舌道这是欠了多少钱 闹得这么厉害 连涛挂了电话 脸色发白的说六十三万 什么 我吓了一跳 什么东西就六十万 我工作六七年了 满打满算也没挣到六十三万 连影这才工作了一年多不到两年 就欠了六十万 原来她的生活是如此的灯红酒绿 纸醉金迷呀 我慢慢吐出一口气 无语道 这钱是能欠的吗 要是逾期了 变成了失信人员就麻烦了 虽然我不是很了解 但也知道会被限制高消费 将来买房和工作都会受影响 连涛头疼的挠了挠头发 说家里现在鸡飞狗跳的 我大哥已经把脸影狠狠揍了一顿 我皱着眉说 这么大了还挨打不好吧 算了 能长教训也不算白挨了 连涛沉默了一会儿 才吞吞吐吐的说 那个 哎 我妈说我大哥大嫂没这么多钱 让咱俩也帮帮忙 我倒抽了一口气 头发根都竖起来了 怒道 你觉得你妈开这个口合适吗 你侄女自己去抄钱消费 天天穿金带银 买奢侈品 现在享受够了 让咱俩替她买单 我欠她的呀 当初找我要金手镯没得逞 结果在这儿等着我了 合着我必须得出血呗 听什么呀 连涛长叹一声 说 怎么不是呢 我也要被气死了 她垂下头说 可我大哥大嫂那个条件 家里肯定没有这么多钱 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 一点也不管 毕竟是我亲哥 见她还感慨上了 我连忙摆摆手说 你可打住吧 告诉你连涛 我坚决不同意 要是这次你帮她顺顺利利的还上了 那下次呢 你那尊贵的侄女一看 哟 自己做的烂摊子 十克都有人兜底 那她还能长记性吗 她会觉得这也太容易了 然后一转头 再欠她个一二百万 到时你把俩妖子卖了都还不起 连涛一听 道 你说的也有道理 那咱们真的不管呢 看着她纠结痛苦的表情 我揉了揉太阳穴 说不管 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去 告诉你吧 你大哥大嫂不是没钱 就是想把钱给连影她弟存着上大学 结婚买房子 你爸妈也不是没钱 就是想给自己存好棺材本 她亲爸亲妈亲爷亲奶都舍不得给她填窟窿 你这个当叔叔在这自我感动 责任敢爆棚 这就叫皇帝不吉太监吉 大哥大嫂省吃俭用这么多年 其实没什么大开销 我婆婆一直拼命补贴她们 她们不可能没有几十万的存款 不就是不想动自己的老本吗 总想指着别人算什么呀 在他们心里 我和连涛的钱是不是比抢劫来的都容易 连涛被我喷了一脸唾沫星子 默默地擦了擦 才说行吧按你说的办 这一年多来 连涛对她爸妈也有点失望 这老两口一心一意向着大儿子一家 我们有困难从来都不当回事 嘴里说着我们工作好 条件好 他们放心 实际上不就是不在意吗 现在倒好 有困难想起我们了 真是不能同甘 只能共苦 连涛哀声叹气了一会儿 说你说连影这孩子怎么变成这样了 小时候多好啊 老实巴交的 学习也认真 我还在气头上 冷冷地说 我哪知道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欠这么多钱 不是脑子不好使 就是心眼不好使 连涛见我极其不爽 只好说 要说女孩子就是得富养 让她眼皮子别太浅了 如果平时在物质上能丰富点 也不至于刚踏入社会就迷失了 我大哥大嫂也太亏着孩子了 她倒好 把责任都推到她哥嫂身上了 我冷哼一声 说 你说的也对也不对 女孩子物质上富养是好事 可最重要的还得是脑子清楚 连影的问题是她从小过得太节俭了吗 不全是 就算是小康家庭的独生女 也不可能动辄买奢侈品 名牌包 消费能力先要和收入相提配 如果个人精神世界丰富 自信心强大 根本就不会陷入商家的消费主义宣传中 就像我喜欢买金手镯 是因为金子保值 也是对我过世母亲的追思 最最重要的是 我从来没有贷款买过金饰 都是自己存好了钱才会去金铺 连涛终于无话可说 我说 你先别管别人的女儿了 留着钱抚养你自己的女儿吧 连涛点点头 等婆婆再打电话来 她编了个借口 说家里的钱全存了定期 拿不出来 我婆婆本来在我们身上寄予了厚望 一听说我们分毛不出 气得在电话里大骂了连涛一顿 连涛顶不住婆婆的哀求和谩骂 道实在不行 我有两千块私房钱 都给您就不用还了 婆婆可事情哪有这么容易解决 到了晚上我刚回家 公婆和哥嫂就不告而来 我见这一家子气势汹汹的 不像是来借钱 反倒像是来催债的 我让二姨抱着孩子先回卧室 省得一会吵起来吓着孩子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全家人都愁容满面 众人面面相去了片刻 还是公公先开口 说你们也听说了 咱们也不知道这孩子是怎么了 唉 简直是魔杖了 欠了这么多钱 丢死人了 大嫂接口道 也不全是她花的 有好多是利息 手续费 拖的时间长了 才有这么多 大哥吼道 别替她遮掩了 要不是死活还不上了 她还瞒着全家呢 简直想把所有人都害死 大嫂说着说着就呜呜哭了起来 欠了这么多钱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听说以后有了坏记录 一辈子都完了 我无语地望着这夫妻二人 心想在我们家念叨 有什么用 先筹钱给她还上再说呀 然而他们并没有这个意思 始终在我和莲涛面前卖惨 最后还是婆婆说 老二 老二媳妇 要不你们帮帮你大哥大嫂 这么下去 这一家子实在没活路了 我捂了五额头 五语叹息 只能轻轻 踢了莲涛一脚 莲涛为难得要命 想开口拒绝 可看着四个人八只眼 渴望的眼神 只能抗住压力 说你们还差多少 听了这句话 我婆婆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 莲王说我们凑了三十三万 还差三十万 三十万 我立刻狠狠瞪了莲涛一眼 我们家现在正好有三十万的存款 他们这是为我量身定制的数值吗 这个数一出口 莲涛都不淡定了 说 妈 我是说过我和倩倩有三十万存款 可你们也不能全拿走吧 你一点也不考虑我吗 婆婆有些心虚 可还是着急的说 这钱算我们借的 以后一定会还给你们的 能不能先帮你侄女 过了这一关再说 妈求求你们了 说完就冲着莲涛和掌作衣 就差下跪了 我婆婆这就有点诛心了 说是算借的 可他们有什么还款能力 最后还不是不了了之 莲涛崩溃的站起来 说 妈 你这是干嘛 我差点被气死 拉开莲涛说 咱们现在是解决问题 先好好说行吗 婆婆泪眼婆娑地望着我 把钱还上不就解决了 倩倩呢 你就帮帮忙吧 我不接查 只说我之前也咨询了几个同事 遇到网贷余期也不用这么紧张 首先 连影那些奢侈品都卖了吗 啊 婆婆愣住了 连涛的哥嫂也微微有些不自在 我一看就知道这里面有猫腻 直截了当地说 你们在找我们借钱之前 难道不是该先卖了那些东西吗 她天天在朋友圈晒什么金饰包包 这些东西总能卖些钱吧 大哥大嫂都支支吾吾的 过了会儿才说 那个死丫头说东西不值钱 卖了也是亏 我无语道 都这时候了 还不舍得卖那些东西 再怎么说不值钱 至少金饰都是可以按照十价脱手的 我真的服了这群人 这都没做呢 就跑来逼我们 连涛和我在这个家里 果然处在食物链的底层 见他们一家人不说话 我继续道 还有和网贷平台好好协商 一般都是可以分期还款的 她的工作还在吧 每个月按期还款 也是可以负担一大部分的 还可以减免利息 你们去协商了吗 听我说完 这一家子又不说话了 合着自己啥也不干 就等着我们俩田窟窿了 我没好气的说 好好处理 应该可以妥善解决 怎么就非得掏空我们家的家底呢 我和连涛挣钱也不容易 我们还有个一岁多的小孩要养呢 大嫂看我一脸不耐烦 委屈的说 不是我们不想解决 是那个死丫头魔杖了 她说大家都知道了她欠钱的事 不好意思去上班了 她那些东西也死活不卖 说是她的命 没了就去死 还以死相逼 为了点奢侈品就去死 这是什么逻辑 脸影真的是没救了 我也没什么可说的 总不能再把她逼死 我翻了个白眼 说那我也没办法了 怎么教育孩子是你们的事 但我有权利不掏这个钱 见我言之凿凿 公公和大哥大嫂都不满地瞪着我 我毫不畏惧地回瞪他们 反正我站立 片刻后 我婆婆不愤地站了起来 抱怨道 当初小颖要不是学你想买个金手镯 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 你说你要是给她了 不就没这些事了吗 现在让你们出点钱都不行 靠 这是什么强盗逻辑 怎么还赖上我了 关我什么事 我吼道 婆婆也不退让 说 本来这孩子一点也不虚荣 就是看你天天倒腾那些个金子 衣服 包什么的 才开始学坏了 你难道真的一点责任都没有 事已至此 我反而彻底没脾气了 我静静地助力片刻 一字一句地对连涛说 你也同意你妈说的话吗 要是连涛也站在她妈那一边 我就立刻和她离婚 这么个是非不分 糊里糊涂的家庭 我实在是呆不下去了 连涛环是客厅一周 叹了口气 扶着我的肩膀说 别听我妈瞎说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她转头面对自己这一大家子 大声道 连影没学好 你们更得好好教她 怨天怨地怨别人有什么用啊 这次是欠了六十万 她要是不改 下次欠一百万又该怎么办 这家伙现学现用啊 我心中有些暖 幸好她在这时理智清醒 坚定地维护了我 公婆听连涛这么说 顿时哑口无言 我婆婆和大嫂干脆捂着脸哭起来 啥也不说 就说自己命苦 这有什么用 难道我还怕女人的眼泪吗 我也不说话 转身回了屋 不一会儿 我又走了出来 公婆见我拿着首饰盒 一脸的不解 我打开首饰盒 里面金灿灿的 硬得我脸都黄了 我的首饰全家一起 其实也不止三十万 可这些都是我爸妈 我自己辛苦挣钱得来的 从来没有用过别人一分钱 我对我婆婆说 我希望你们能这样要求自己的孩子 而不是怨天尤人 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 教他做人 远比替他还钱更重要 就是要让他们看看 我有钱就不给你 连涛说 倩倩说的对 这也是我的意思 你们回去吧 把该解决的解决了 实在解决不了的 咱们再商量 话已至此 公婆哥嫂都无言以对 只能默默地回家去 闹了这么一出 想必他们也很没脸 听说连涛的大哥大嫂回去后 强制连影把那些奢侈品 和金事交了出来 全都卖了抵债 事实证明 那些东西能卖不少钱 这些钱加上公婆和他们凑的钱 大概有四五十万 全还了之后 还剩下一部分 这部分也已经和平台协商好了 可以减免一定利息 让连影老老实实回去上班 每月按时还 如果连影能规规矩矩的打工 两年内就能全部还清了 听连涛说完这个解决方案 我才慢慢放下了心 这还差不多 要是一点代价都不出 连影很有可能固态覆盟 毕竟借钱花的过程很爽 有人兜底的感觉更爽 本以为事情可以告一段落 可一个月后 我忽然接到连影的电话 李倩 我恨你 她一上来就这么一句 我都懵了 恨我干嘛 她欠的钱又不是给我花的 我默默按下录音键 才道 你有时间恨我吗 好好打工 赶快还债 给你爸妈减轻压力 省得又找我要钱 连影咬着牙 带着哭音道 你懂什么呀 你命好 你爸妈对你这么好 有这么多金手镯 我就想要一个都落到这个下场 我无语道 你要是只要一个金手镯 绝对不至于落到现在的地步 你要的太多了 六十多万能买多少金手镯 就算是蜈蚣也够用了 连影根本听不进去 哭着说 你现在说什么风凉话 别以为我不知道 是你让我爸妈卖我的东西 你真够坏的 同事天天看我的笑话 我还不能不去上班 告诉你 我活不下去也是你逼的 我做鬼也不放过你 呜呜 你们都欺负我命苦 从小到大 我什么都没有 我就想像你一样 穿得漂漂亮亮的 有自己的首饰包包 为什么就这么难 我叹了口气 说 连影 你可真够不懂事的 你说你命苦 你苦在哪儿 我有几个金手镯 就是好命吗 我没有妈妈 我妈在我小时候就去世了 我愿意用所有的金手镯 换回我的妈妈 可惜不能 连影 我骂道 你说你爸妈对你不好 我就不懂了 他们哪儿不好 你自己乱花钱 欠网贷 你爸妈砸锅卖铁 也给你还上了 你爷爷奶奶的棺材本 都给你花了 可你弟弟呢 今年上大学都没钱 还得办助学贷款 整个家里 你到底对得起谁 我越骂越不解恨 大声道 告诉你 死有轻于红毛 有重于泰山 你要为了一个金手镯去死 说明你的命根本不值钱 有骨气就还上欠款 然后悄悄地找个地方吊死 没本事的人才拿死吓唬人呢 莲莲无力反驳 抽气了一会儿 大哭着挂了电话 和莲莲吵完架 我也气得浑身发抖 想了想 我把这段录音 分别发给了公婆和哥嫂 然后说 她说这种话威胁我 以后我们家就不和她来往了 省得出事 婆婆说她还小 你是长辈多担待吧 我说我可没这么大度 更怕她做鬼也不放过我 婆婆 莲韬的歌嫂听后 气得要命 又把莲莲打了一顿 这是后话 下班后 我只觉得满身疲惫 其实莲莲变成现在这样 我也不是不唏嘘 我和莲韬谈恋爱时 莲莲还在上大学 那时她真的挺单纯 挺老实的 一口一个解的叫我 莲韬还一直更正她 说要叫沈 可这称呼 让莲颖和我都挺不好意思的 后来我请她吃过饭 还给她买过水果和小饰品 要不是她想要我的金手镯 我和她的关系还挺融洽的 可现在仅仅过去了两三年 就已经时过境迁 我很难再把记忆中 那个清纯女孩 和现在这个充满力气 面目全非的女人联系起来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让她变成这样的呢 要说她爸妈虐待刻薄她 其实也没有 就是生活节俭 不富裕 难道是家人平时没有好好教育她 我听过她爸妈嘱咐她好好学习 认真工作 生活节俭 不要浪费 每个家庭都是这样过来的 我又想 难道是在她提出要我的金手镯时 我婆婆支持了她 让她产生了可以不劳而获的想法 一时间 我也无从得知 想到我也有个女儿 真是感到心累啊 抱着这样的想法 我疲惫的打开家门 开门后 只见我女儿站在客厅里 像个金光闪闪的财神娃娃 她两只小胳膊 各戴着四五个手镯 脖子上也挂了好几条金项链 正在欢快地舞蹈 好吗 我那些金手势全都在她身上了 我二姨在一旁笑个不停 拿手机拍照 莲涛还郑重地对女儿说 闺女 想要什么东西 爸爸以后给你买 咱们不花别人的钱 更不能网贷 女儿听不懂 笑嘻嘻地呼了她爸一脸口水 我忍不住笑了出来 心中的阴霾散去了大半 看他们玩得开心 我也走过去 握着女儿的小手说 你爸说得对 妈妈也给你讲讲资本论吧 女儿点头 说讲故事 我说 咱们先讲讲消费主义 消费主义是资本掌控舆论 宣传造势 刺激人们扩大消费 阻止咱们资本积累 陷入消费主义就惨了 女儿 莲涛 我二姨 她们都觉得我受刺激了 接下来为您讲述第三个故事 我的婚前陪嫁房 出差回家 却没地方睡觉 婆婆 你可以打地铺 婚姻是一个重要的人生决策 需要建立在尊重和相互理解的基础上 当出现不可调和的问题时 应该坚定地追求自己的幸福 作为儿媳 应该在家里孝敬公婆 整天出门抛头露面 这不太好吧 结婚没多久 婆婆开始警告我 希望我不要总是外出 可这是我的工作呀 我试着解释 感到有些无奈 刚结婚前 婆婆的话语总是温柔体贴 但结婚后 她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 现在 不管我怎么解释 她都听不进去 反而责备我不尊重长辈 以强词夺理为由 我也开始感到生气 毫不犹豫地退回了房间 我不明白 婆婆是什么时候变成了这样的人 我叫夏娟 是一名小有名气的网络测评博主 虽然从未曝光过我的面容 但我的粉丝数量相当可观 因此有很多商家纷纷找我合作 这也导致我经常需要出差 我和现在的丈夫康大彪 是在一次出差中相识的 她是来自合作商的代表 长相清秀 言谈举止都很绅士 因此一开始见面时 我就对她印象极好 这也有助于我们的合作进展顺利 随着合作的进行 我和康大彪之间的关系 逐渐变得更加亲近 虽然她比我大三岁 但却拥有一颗像孩子一样 天真烂漫的心 我经常开玩笑地对她说 在外面装绅士时真的很像啊 每次这样说 她总是害羞地挠挠头 这种性格上的反差深深吸引了我 很快我们就谈起了恋爱 为了避免和康大彪维持异地恋 我决定搬到了她所在的城市 和她开始了同居生活 然而令我始料未及的是 我刚刚搬过去 康大彪的母亲就端着一碗鸡汤上门 哎呀你就是我儿子的女朋友吧 长得真标致 她一脸慈祥和温柔的样子 然后热情地邀请 我去品尝她亲手煮的鸡汤 虽然我一开始对康大彪过于急着告诉家长 我们的关系感到不满 但面对如此友善的潜在婆婆 我没有和康大彪计较 从那以后 潜在婆婆常常送来好吃的 还在我出差时发送关心的消息 询问我的情况是否顺利和开心 更令人感动的是 潜在婆婆还时不时的敦促 康大彪更好的对待我 而康大彪也愿意倾听 每次受到他的教导后 都会更加关心照顾我 渐渐的 我感觉自己已经融入了这个家庭 所以和康大彪在一起仅仅两年 我们就决定领证结婚 然而一切都在结婚之后发生了变化 我们家条件不好 委屈你和我们住在这破旧的老房子里了 也怪我那儿子没本事 买不起好房子 婚后第二天 婆婆一脸愧疚地对我说 这些年来 我辛勤工作 积攒了一些积蓄 因此我自己出钱购买了一套房子 然后邀请公婆和丈夫一起搬过去住 这举动让婆婆笑容满面 但也渐渐使她变得越发不知满足 结婚后 我不断地给她买新衣服和首饰 尽量让她高兴 然而 当我准备再次出差时 她突然改变态度 表示我的工作是抛头露面 不正经的 还说作为女人 我应该在家相夫教子 面对婆婆的无理指责 我感到又无奈又生气 所以我迅速回到房间 整理了行李 然后决定离开出差一段时间 我对婆婆为何会突然变得这样不解 因此决定给婆媳关系一段时间的冷静期 我认为在我出差回来后 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 这段时间的分隔 也有助于我们双方冷静思考和平复情绪 然而 当我出差回来时 却发现公婆住进了主卧 而丈夫搬到了客卧 更令人震惊的是 丈夫不允许我上床 称这是婆婆的安排 这个家竟然没有了我可以睡觉的地方 当我质问婆婆时 她理直气壮地告诉我 你可以旁边打地铺 我愤怒不已 于是叫出康大彪 询问他 你也是这样想的吗 康大彪急忙摇头 笑着对我说 父母是家里的长辈 按理应该睡在主卧 以前是我们不对 不懂事 而不让你上床 是我妈提出的一种惩罚 惩罚 我疑惑地看着他们 原来那天我执意去出差 激怒了婆婆 她认为我不服从她的管理 伤害了她的面子 因此决定 对我实施一种惩罚 这个所谓的惩罚 就是让我从那一刻 开始在家里打地铺睡觉 婆婆告诉康大彪 不要对她心慈手软 她经常出差不在家 根本把这里当家 就让她睡地上吧 让她明白 这个家究竟谁说了算 康大彪不敢反驳 婆婆的决定 所以答应了 并在我出差回来的那天 严格执行婆婆的命令 不允许我上床 听到真相后 我则问康大彪 你是狗吗 为什么这么违命是从 婆婆听了也非常生气 指责我没有教养 说如果早知道这样 就不会让我进门了 这使我感到非常困惑 于是我再次询问她 为什么当初对我那么好 呵 如果不是因为知道 你这种网络红人赚很多钱 我才不会让你进门呢 本来期望你能在家里稳定地 工作挣钱 但没想到你的心思根本不在家 婆婆生气地说 然后她自明得意地补充道 不过看在你买了这房子的份上 我就不计较太多了 以后你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我知道公婆是几年前 从农村搬到城市的 她们可能对婚前财产 和夫妻共同财产的概念 不太了解 所以我耐心地为她们解释了一番 然后我认真告诉她们 这个房子的购买资金 是我个人出的 再加上房产证上的名字 也是我的 因此无论如何 这个房子都归我一个人所有 不太了解 然而 婆婆却不相信我 大声宣称 既然你嫁到这里 你的钱和一切都属于我儿子 而且我是她的亲妈 所以你们的所有资产 都应该由我来管理 我被她如此霸道的想法震惊了 随后我看向康大彪 询问她的观点 然而 康大彪却让我向婆婆道歉 她说 婆婆已经年纪大了 无论她做了什么 我们都应该忍让她 这让我对她感到极度失望 之前听从母亲话的康大彪是孝顺的 但现在似乎成了母亲的帮凶 我不禁忍着心痛大声说 你们 现在都离开我的家 但婆婆不肯走 反而让康大彪把我赶出去 我集中生智 立刻拿出手机报警 当警察赶到时 婆婆看到警察 吓得说不出话来 她试图解释这是她的家 但当我从保险柜里拿出购房产证时 她沉默了 接着 婆婆开始指责我 说我小题大做 不知廉耻 我威胁到 如果你在闹事 我就以非法入侵住宅的罪名报警 婆婆眼见行事不利 继续威胁 你要是敢让我们离开 我就让我儿子和你离婚 我毫不犹豫地点头 好 就离吧 于是 在婆婆情绪激动的状态下 我们夫妻俩直接前往民政局 办理了离婚手续 一个月后 我拿到了离婚证 将前夫一家都赶出了我的家门 结语 随着离婚的完成 我的生活开始重新展开 虽然痛苦和不安依然存在 但我逐渐找回了自己的独立和自尊 这段经历让我更加坚强和成熟 也更珍惜自己的价值和尊严 我一个人住在我的房子里 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 工作仍然是我的重心 但我也开始关注自己的幸福和满足感 不再将自己的生活围绕在一个不尊重我的环境里 与此同时 我继续维系着和一些真正支持我的亲朋好友的联系 他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刻 给予了我无尽的支持和鼓励 让我感到无比感激 婆婆和前夫虽然离开了我的生活 但他们的影响仍然存在 我学会了更加珍惜自己的独立和自主 不再将自己的幸福寄托在别人身上 我决心过上真正属于我的生活 不受制于他人的干预和控制 这段经历虽然痛苦 但也让我成长和坚强 我明白了自己的价值 学会了坚守原则和维护尊严 虽然离婚是一次痛苦的决定 但它也是我重新获得自由和幸福的开始 我要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幸福 不再受制于任何人的束缚 不追求自己的货莲